我们刚刚已经解决了一个历史上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电磁波到底它的传递速度是多少 那你现在知道它的传递速度是光速C 接着我们就要来问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电磁波呢它所带的能量是等于多少 那刚刚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知道 我们的电厂 跟我们的磁场 好那你现在你看到 电厂跟磁场其实它无时无刻 它是一个在垂直 然后往前行进的情况 那我们刚刚已经知道 它行进的速度呢 就是光速C在行进 然后呢 电厂的最大值 跟磁场的最大值 它们之间 Omega除以K呢 刚刚有一个同学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我刚刚写了一个 Omega除以K 挂号的平方是等于 那我就直接写了 它是等于C平方 有没有人怀疑 为什么是C平方 它为什么是C平方 有没有人怀疑 嗯 有没有人知道 是波的速度没错 我这里是波的速度 OK 但是为什么它这是C平方 我不知道波的速度是多少 对啊 你是已经知道答案后退啊 好 有没有人怀疑 有没有人知道 你只知道这个是C V平方是等于 Mu0 一雄零分之1 有没有答案 刚叫到12号 24号 24号有人吗 谁是24号 我今天你们的名条 我没带在身上 24号 弃选啊 只有两个弃选而已啊 其中的一个 好 36号 有没有36号 没有 啊48号呢 48号有没有人在 为什么 嗯 13号 来 刚刚有同学来问过我问题的 啊 是的 这个两个算出来就是9乘以10的 18四方 米平方 所以 他就等于 3乘以10的8次方的 平方 OK 所以 他就是光速C 好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 我说 那电子波他再往前传递 Omega 除以K的话 就是C 的部分 但是 那我们想问一下 那个光速 怎么测出来的 很多种方式测 最先测出来的方法是 最先测出来的方法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最先测 有非常多种方法 最先也有人拿了两面镜子 然后在两个山头里面看看光在那边传递 的速度是多少 然后后来的话 他就弄了一个 这个菱形的镜子 然后他 转过去以后 转回来 是多少 然后这个是在转动的 所以基本上面 光速测量非常多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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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量的方式 基本上面 那个 麦克森摩尼的部分的话 你们的那个电磁学的 不是电磁学 那个近代物理的实验 麦克森摩尼 在测光速是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要讲的话要讲好几一两堂课可以讲 就是光速为什么它是光速锡 那麦克森 麦克森跟麦克森 麦克森原来的话 他去做了这个实验的话 然后他测量出来一个速度 那这个速度的话 大家都认为就是说 过去大家认为这个速度会随着介质而改变 那今天麦克森做出来的 他是用一个 我们下几堂课会讲的光学里面的 那个绕色的眼里来做的 那他测出来的话 发现说 他怎么测都是锡的速度 并没有因为借质而改变 这个速度 但是 麦克森发表这个文 这个结果的时候 他只是研究生 就是他只是研究生的 Label 所以 他告诉人家说 他是做出来是没有结果的 光速不会改变 所以 所以他的结果是 No Result OK 所以这个结果的话 就是光速不会改变 而且就是3乘以10的8次翻 这样子的值 那 但是呢 因为他是研究生而已 所以 大家多少都会怀疑他的 实验的精确度 所以后来他就把他的麦克森摩率的实验 为什么叫麦克森摩率 就是再把摩率加进来 然后再花了8年的时间 做了一个很大的实验 发现 整个实验的结果 确实就是在实验误差 以 那个实验误差 以外的 那个改变量小到 不会是实验误差的结果 所以确认了 所以确认了光速就是C的部分 那我们后面会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结果 那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地方 是说电磁波 你在全面运动的时候 你也已经知道 它是随着C在运动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能量有没有随着它往前 就是往前带动呢 也就是说 这个电磁波里面 它带的能量 我们要怎么样去表示它呢 我们说 在物理上面 我先把结果 我们用一个point vector 那point vector呢 它的定义S S是什么 S是 μ0分之1的 1 Clos B 那它一方面告诉你 它所带出来的能量 那这个能量是多少 point vector就是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 它的能量传递 ok 它的定义 它的定义 它的定义就是单位时间 单位时间 然后乘上单位面积 它的能量的传递 它的定义就是单位时间的能量传递 那它的定义就是μ0分之 E cross B 的部分 那你看到这个定义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E cross B 你就知道 它的方向 无论在哪一个位置上面 E cross B E cross B 你就可以看到 不管在哪个位置上面 它都是 刚好就是电子波往前传递的方向 这个就是point vector的方向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知道的 这个的单位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就是米平方瓦特 这个SI unit的时候 那就是米平方瓦特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那我就要去想想看说 为什么我会定义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出来 那我们现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在空间的某一个小个区间里面 它的总共的能量 energy 在某一个小区间里面 那这个小的ballon里面的话呢 它的energy呢 应该是等于 total energy是等于多少呢 它的total energy应该有两块 一块是电能 一块是磁能 那你不管是电能过的磁能 电能的部分就是电能密度 呈上它的ballon 那磁能呢 就是磁能密度 呈上它的ballon 那电能等于多少 电能在之前我们已经知道 它的电能密度 就等于二分之一的一小零一平方 那磁能呢 是二分之一的μ零V平方 OK 然后dv 它dv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说在这里有一个小的 a的空间 然后dx的位置 面积a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dvr 实际上是a乘上dx的部分 所以你现在你看到了total energy的值 那 dv是1 1平方 那b跟1呢 它我已经知道 对一个电池波来讲的话 我的1是等于em sine的ks减omega t 然后v呢 是等于vm sine的ks减omega t 那em跟vm之间的关系 我已经知道 是等于c的 那我就把它带进来 这就等于2分之1 μ零分之1 b平方的话就是c分之1的 1挂号的平方 然后乘上a OK 那du的结果 你知道e已经得到的结果了 那我就可以把它再整理一下 我就会发现 我这样写有好处也有坏处 所以再把它正精确的一点 为了我等一下推导出来的结果 因为我们现在是e跟b同时存在 所以我把e把它写出来 把b的部分呢 放进来 e 另外一个e把它带成b 然后这是2分之1的μ零分之1的 b乘上ce 这样会可能对我等一下会方便一点 所以因为我这样写以后的话 我马上可以看到了 2分之1 e跟b都同时存在 那我就等一把 然后μ0c 那上面这个的话就 2分之1 再加上1 然后a乘上bx 所以现在你看到了这个值 它是等于1的 那1加1等于2 跟这边消掉 换句话说 你的du啊 3分之1就等于1 m√1 b 6分之1 通过的能量 所以马上我把它稍微除一下 A除过来 然后除上dt 就等于μ0c分之1 V A已经除过来了 Bxdt 这个就是速度 它随着位置在改变 它实际上就是10 所以你现在也看到了 它就是本乳0EV 所以你从这里面 你看到了 我们定义 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 所通过的能量 这个的定义 基本上 它的数值 就是μ0分之1V 这个已经确认了 这是第一个 你已经确认 它的数值是这样子 那第二个部分 你知道能量的传递 那你希望把电场跟磁场 把它摆在一起 所以你才会定义 这个point matter 方向表示出来的话 就是S等于μ0分之1V 是在这个地方 这样了解吗 所以它不是无来由的定义的 换句话说 在任何一个时刻 那S你都可以知道是等于μ0分之1V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电场随着时间在改变 磁场随着时间在改变 所以你单位时间 随着单位面积的通过能量 也是随着时间在改变 所以你这个point matter 其实是一个时间的物理量 那我们去把它做一个平均值 平均值的意思就是 我取一个周期的S 然后把它叠加起来以后 把它除一下 这个就是我的平均值 那既然你要把它做这个平均值的话 那就是T分之1μ0 然后理应积到T S的值的部分 是等于EMsin Ks-OmegaT 然后EMsin Ks-OmegaT 然后DT 那你把它算一下 μ0 T分之1 EMVM 把它移转过来 0G到T的Sin 平均值Ks-OmegaT DT 那这个G出来 就是1t分之1 所以T消掉 它得出来的结果 就是2μ0分之1 所以翻句话说 你的平均值 平均的point vector 是等于2分之1μ0的EMVM 最大的电厂乘上最大的磁场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这个平均的point vector的情况 那这边也没有问题 那你有了概念以后 那换句话说 对太阳来讲的话 是一个点光源 那如果我这是一个太阳 那我其实假设太阳 浮射出来的坡 它是单一频率 Morocomite 那我们可以看到太阳浮射出来的 电子坡 它是四面八方浮射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你要去计算 你单位时间里面 它total的power是多少 换句话说 你的半径R的位置 total的power total的power的话 所对应的意思是什么 我说point vector是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的energy 那单位时间的energy 这个实际上就是power 对不对 所以 我说total的power 当然你所指的 一定是一个平均值 那我就说 更精确 average power好了 那这个average power的意思 就是等于 我的s 平均值 再乘上a s的平均值 a就是你所有的面积a a就等于4πrp 乘上4πrp 换句话说 我们的point vector 我如果知道以后 我就可以马上看出 我的2μ0 em把他带进来 那 甚至于我可以更进一步知道 因为em跟bm 他有一个比地值 em比bm的话 在这一堂课 我们已经知道 他的结果 所以你把他带进来 他就等于4 2μ0em 然后bm的话呢 是等于c 乘上em 就2μ0 cem的平均 所以你只要去测量出来你的 这个average的point vector的时候 你就可以得出你的电子波等max码值 这个max码值就等于2μ0s bar的开2分之1次法 那甚至于我们说这个total power的话 p的平均值 那你把它带进来 那就是等于s的值是4πr平方除以 所以c2μ0 那p8除以4πr平方的2分之 你就得出来 4跟2消掉 2πr平方cμ0t平均值 所以你可以非常easy的 把average的power 测量出来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 你的电场的最大值是多少 那你一旦知道电场的最大值 那你就知道磁场的最大值 因为磁场的最大值 跟电场的关系 就直接算它除以c 可以得到 所以基本上面 这样的一个结果的部分的话呢 对我们在计算 我这边是不是有一个c 放在底下 哪一个地方 Vn 对 就c2在底下 好像怪怪的单位好像有点管 所以它在底下 这个就没有 换句话说 它的结果就等于 2πr平方cμ0t平均值 OK 所以你的电场跟磁场的值 就马上得出来 这是我们在电池学里面 你不管是日光灯或者是你的sauce 那它都是以光的形式产生出来 那它你可以去测量这个average的power 就可以知道 这一个sauce的 这个电场的最大值跟磁场的最大值 那它就出来了 那有没有问题 到这边 有问题吗 好 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电池波呢 它基本上面是传递了能量出去了 那这个能量呢 你也很清楚跟电场跟磁场的关系 通通知道 最重要的一点 它是随着时间位置在改变的 那你平常用仪器测量的时候 就等于是你把时间的因素 把它考量进去 然后全部把它做平均值的味道 那有能量的部分的话呢 接着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好 那你都可以测出你的power 那你可以知道场的大小 那到底这个电池波 有没有传递动量 电池波有没有传递动量 你知道它已经传递能量了 那有没有传递动量 然后有同学说有 OK 基本上面 muscle 他说 他意测电池波也传递动量 他传递动量的部分的话 到底他传递多少的动量出来呢 那muscle 其实是并没有非常详细说 他传递了多少的一个动量的部分 所以我说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待 我们可以分两个部分来看待 去有一个东西去接收这个电池波 OK 那当你在接收电池波的时候 实际上你接收的就是energy的部分 那这个energy被吸收了以后 对应的momentum OK 那这个对应的momentum呢 如果 它是 是全部被吸收了 total absorption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动量啊 p的部分呢 是total的能量除上10 好 那这是我们在力学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相当于说 我们的pressure 这个动量 你把pressure算一下 pressure是什么 单位面积里面所受到的力 对不对 力学里面告诉我们是这样的 那力呢 力是什么 力是动量的变化 对不对 那动量的变化呢 跟能量之间 是什么关系 动量跟能量之间的话 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的能量 跟动量之间的话 u是等于p乘c的 OK 所以能量跟动量之间的话 它在total absorption的部分是 是动量跟能量的转换之间 它是跟它的速度相关的部分 那换句话说 你这个是等于a c 然后du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块 实际上 讲穿的就是什么 我们的a分之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 传递的能量 就是我们的point beta s 所以如果是total absorption的时候 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动量跟能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 那第二个 假设你不是total absorption 那你只是半反射 它会全反射 如果我全部反射掉 你全部反射掉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动量 momentum的部分是c分之2u 所以现在你看到 因为你的动量变化是进来跟出去 那你的total refreshing的部分 你的momentum 跟你的energy之间 它有个两倍的关系的部分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物质 不是这种情况 也是这种情况 是介于它们之间的两个关系 所以我们说光它会不会传递momentum 我说大会 但是它的momentum是c分之u 跟c分之2u之间 它是半反射半吸收的部分的话 那实验 我们去做实验的话 知道这个光的压力 大概差不多7.01乘以10的 负6牛顿和米平方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所以到底我们的光的压力到底是多少的话 一般我们都不会去讲它的momentum 到底是多少 然而这个关系 却是爱因斯坦 后来发展相对论 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 因为这里面 它所对应出来 这个就是能量 然后momentum 然后乘以c 这是爱因斯坦相对论里面 对光子的momentum跟energy之间的关系 它的momentum跟energy之间的关系 它也因为这个关系是 告诉你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光子的质量 它的这个静止质量是等于底 它的静止质量 list mask OK 在相对论里面 那有很多电池学的东西 发展到最后 就把focus全部集中在 你所有的电池波的行为的部分 那这个电池波的行为 也对应的 就告诉我们 这个光的部分的 它的波动性到最后是 这个已经到粒子性 光的粒子性的部分 OK 那如果光是一个粒子 那它有没有静止质量 没有 它没有静止质量的情况 所以爱因斯坦相对论告诉你的 就是我们的能量的部分 跟momentum之间的关系 p平方c平方加 m平方c四方 那你现在这项等于底 才会1等pc的关系 所以电池学讲到最后的时候 跟近代物理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有很多很有趣的现象 全部都跑出来了 那跟你们大二的时候 大二下学期要学到的近代物理 跟大三的上学期的量子物理 都息息相关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吗 这是实验去做的 去测量的 代表p 不是p 是压力 这个是光压 这是单位面积的 受多少压力 这个forced OK 好 好 谢谢大家